主動燒賣 幸福是要自己爭取 完全搞不定 坐以待斃 我們今天 就做我們想做的第四件事 茶樓飲茶 沒錯 舊式茶樓 好像叫廉香樓 其實我不懂睡 因為上環有一間廉香居 然後又有一間廉香樓 今天我們會有朋友 來和我們一起做這個 群舞 讓我們可以吃多幾款東西 沒錯 他們知道我們臨走的願望 就是去舊式茶樓飲茶 所以就陪我們一起來 還要其中一個朋友生日 待會我們可以 一起和她 閉上一層樓可以來到二樓這個茶樓 它基本上是自己運位的 所以如果跟朋友來現在兩人一台的話 就要早一點到 可能放定一張桌子然後再等 或者叫朋友幫你放定桌子 就像我們今次一樣 就是在freerider 我們朋友幫我們放一台 選完茶葉之後 就可以選用大茶會 帶焗中來重茶 加水都很快 我們不想茶葉泡那麼久 就選了焗中 我們會煮嗎 不用煮了 是生日的朋友 要說什麼 如果不是會生氣 想不上鏡子 麻煩想要蝦餃 沒有蝦餃 沒有啊 那有什麼 我幫你吃 吃飯的韭菜餃 我要韭菜餃 我們分享一下這個 給你回去 乾了一點 炸多香 表演食物攝影時間 很好吃 很好吃嗎 我覺得很好吃 很好吃 我們吃到沒有說話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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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糕說好 好痛 壽味 是我們最喜歡的茶 因為這間酒店 我會喜歡吃 你呢 吃到什麼 鮮竹圈 蝦餃 很辣 我們可以吃完 吃完 吃完 吃了 很像豬肚 燙賣 非常煎燙賣 這是燒賣 像一塊肉那種 只是它們的意思是用豬肚來取代燒賣皮 回去做一下研究 很柔軟 挺有趣 你那個燒賣店嗎? 我不特別喜歡 其實我本身已經不太喜歡吃燒賣 好像有很大塊肉 真的很油膩 這個是點心車推出來的位置 想吃到好東西就坐近一點 或者倒閉點傘傘 我們的朋友已經下了訂單 他現在要蓄勢待發 每轉出來都是鴨腳閘 鮮竹捲 還有雞閘 懷疑是不是售賣不了頭一輪 就不會有新的食物 我們完全幾個都是虎視淡淡 究竟這個傘傘會為我們帶來什麼呢? 準備叫她美女 美女 食物已經賣光了 幸福是要自己爭取 要追著傘傘是拿兩龍燒賣回來 到隔壁來到吃菇仔 我決定換個男朋友 OK 完全搞不定 坐以待閉 我家公主珍美 拍完你之後 我都不想再拍我男朋友了 基本上 我們終於有新食物了 是叉燒麵包 臉很脆 哇 為了拍片就是這樣 你平時吃東西是完全不會這樣吃的 是蓮蓉啊 在吃東西需要的耐性 要等到你想吃的東西都不是那麼容易 蝦餃燈的話 所以就不是那麼容易 是困難的 但是叉燒麵包很好吃 沒錯 一定要點 很快要吃的 一開始吃得太多 蜘蛛類的食物 最後呢 姐姐已經毫無推銷的熱情 我這樣推著的 車子呢 大隻 鮮竹捲 鮮竹捲 要不要 要不要 很搞笑 不勝利的表情 登登 幸福是要自己爭取的 知道了 幸福是要自己爭取的 吃飽了 在賣單前和大家走一個圈 賣完單後走回樓 其實下面呢 是有餅舖和茶舖的 如果喜歡的話 那些茶都可以買回去 這集就完了 喜歡我們的頻道就 COS啦 BYE COS